大家好,欢迎收看明报多媒体新闻,今天是5月10号。 根据航班分析报告,搭载有新冠病毒感染者乘客的航班中,来自加拿大的国内航班占60%,其中航班病毒数量最多的是BC省和阿尔伯塔省。 安省今天确诊2716例,是4月1号以来最低,多伦多807例,皮尔区707例,约克区294例,杜兰区168例。 目前大多数搭载新冠病毒感染者乘客的航班不是来自国外,而是来自加拿大本国,不过安省是个特例。 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网站,从1月1日至5月5日期间,总共有1873个飞底或飞离加拿大各处机场的航班被检测出,有最少一名病毒阳性旅客。 1月和2月的时候,病毒航班中,国际航班占了60%以上,而到了4月,就变为国内航班占60%,而在安省,占大头的病毒航班仍然来自国外,4月份的病毒航班中有三分之二是来自国外。 从3月下旬至4月初,加拿大西部地区因为春假而旅行激增,病毒航班数量也随之增加。 阿尔伯达省4月份有近150个病毒航班从该省的机场起飞,其中30个航班是从刚刚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麦克莫里堡飞底卡加利,而在3月份,从阿省机场起飞的病毒航班才30个。 4月在阿省落地的115个病毒航班中,只有10个是国际航班,而阿省省长康尼虽然在上周对全省实施新的封锁令,却不包括旅行限制。 卫市省在3月19日至4月9日的三周内,病毒航班数量也急剧上升,其中5分之4来自加拿大其他地区。 一名男顾客在列治文Ironwood Plaza的麦当劳怀疑因为不满被经理要求正确戴上口罩,以粗话辱骂店员的视频在社交网络疯传引起议论。 社交媒体Ready上疯传一段视频,根据发布视频者的说法,该名男子应该是被麦当劳经理客气的提议,要他将口罩戴好,但这名男子却不愿意配合。 当经理要求他离开时,他则开始要求店员为他点单,这时他甚至伸手去柜台取餐,并声称这是他的订单,还说他已经付钱。 但当另外一名员工要求他提供收据做确认时,男子这时开始爆出,用F开头的字说,这就是我的收据。 在视频当中,男子因为工作人员拒绝为他服务而要求退钱,之后他再次走到柜台前,抢了一杯四式咖啡的饮品,男子在离开时还将咖啡倒在大门旁的地上。 负责分发全国疫苗的福庭少将表示,在7月1日国庆日以前,全国12岁以上人士都应完成首剂疫苗接种。 他又说,各省如果按照第二剂疫苗在接种首剂的4个月内才去接种,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。 他补充说,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疫苗能运到本国,不会出现延误。 有流行病学家估计,今年夏季市民可以看到大部分经济重开,能享受到疫苗带来的部分成果。 多伦多中区华部内一栋双煞被违法者用作开派对之用,有过百名无戴口罩人士凌晨参加,现场还有酒类饮品和轰鸣的音乐。 市长庄德利说,这些人所作所为不但违法而且自私,为了图一时宣泄,致防御于不顾。 刚过去的周末,多伦多新冠肺炎死亡就有37人,疫情造成了社区压力,经济衰退。 他说150个人在室内,震耳欲聋的音乐还不戴口罩,那时自己找病生,只要有一个人系带病毒,这个屋子里的人都逃不了。 多次首席医疗官德威拉说,这种做法完全和公共卫生规定对立。 但他说,多伦多绝大部分市民不齿于这样做。居家令以来,待在家中的人增加了,并压制了疫情。 对于5月19日能否如计划中一般结束居家令,安日省卫生厅长叶利亚今天表示,我们必须保持在现有的轨道上。 厅长说,我们每天都在观察,必须要看到数字下降。 星期天的新增病例数仍然有2716例,太高了。 我们需要看到它们下降的更多,然后才能撤销居家令。 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,以及这些数字下降的速度有多快的问题。 叶利亚称,省府正在积极考虑安省经济重新开放的模式,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 安省政府在4月7日发布居家令,先是暂定为4周,后来又延长了2周,将在5月19日到期。 但安省首席医疗官威廉斯医生认为,在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前结束居家令的可能性不大。 他说,每日新增病例数必须远远低于1000例,因为这些变种病毒是一个新问题, 它们更容易传播,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谨慎,我们不想再来一次封锁,不想再有第四波,不想再次关闭。 目前每日新增病例的7日平均数为3017例,距离威廉斯医生设定的解封门槛还有很大的距离。 医疗专家建议安省应效仿沙省制定一个重开路线图,给酒困疫情中的人们带来希望。 上周正在从疫情中走出的沙省,在家国率先宣布全省社会经济恢复路线图, 为省民最终战胜疫情重开经济指明方向和创造希望。 安省密西加沙市市民罗斯说,我们被困这么久,身心都受到巨大打击, 更令人悲观是大家看不到希望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除封锁, 每天生活在压抑和焦虑之中,一些人甚至对能否战胜疫情失去信心。 敦多大学精神病学和药理学教授Robert说,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无法预知的压力下, 会像中毒一样对身心健康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。 我赞同沙省的重开路线图做法, 安省虽然与沙省疫情形势不同, 但是有了自己的路线图,会给酒困疫情中的人们带来希望, 鼓舞士气,更有利于大家积极遵守防疫规定,尽早战胜疫情。 安省疫苗分配特别工作组成员传染病专家伯克齐医生说, 沙省的做法非常有价值,把防疫计划重开经济坐在纸上, 让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,不仅增添大家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, 而且有具体目标可以追求,非常有助于防疫工作。 已过多伦多市长福特去世时, 将其大哥,现任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列为遗产之心人。 目前道格福特打算完成福特的遗产, 但省府的儿童事务律师提出反对。 安省司法庭所属的儿童事务律师对道格福特确定遗产的情形 提出了一些疑议,主要是各种款项的支出缺乏细节,要求澄清。 福特于2014年10月被诊断生癌时立下遗嘱, 确定道格福特为遗嘱之心人。 福特于2016年去世,他的遗产总共110万元, 但究竟哪些财产构成这笔遗产并不清楚。 此外,律师注意到,福特的遗嘱中要求为两个孩子各自确定一笔遗产, 但道格福特并没有这样做。 律师希望了解他对此有些什么计划。 多伦多明天11号,白天最高温度为10摄氏度, 部分晴有震雨,夜晚最低温度是5摄氏度, 局部地区有震雨。 今天的新闻内容已播报完,谢谢大家收看,明天见。